《謀殺官員》第二步 《化工女王的逆襲》 第五十二章 經過很多人的跟蹤 陳俊終於摸清楚 飯牆根所居住的小區 帝景院的安防問題 這個高級幹部小區 一天24小時都是保安執勤 就算是晚黑 保安雖然在房裡 但是小區的門口都是燈火通明 門口的通道也有阻攔 小區出入的人很少 上一晚偷偷地潛入 風險太大了 一旦被保安抓住 前面所有工作都功虧一貴 但是這裡畢竟不是中南海 只不過是一個遠級官員的小區 保安再嚴密 總是存在漏洞 陳俊有日早晨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漏洞 每日早晨五點到八點之間 有不少送牛奶送報紙的人 就會在小區出入 保安對這些人就不過敏 凡是送報紙的 都是穿著遊递員的衣服 而且電瓶車上有綠色的報紙袋 而送牛奶的電瓶車後面 就會帶著一個自己品牌的牛奶箱 唯一的顧慮就是 保安天天地看著這幾個人出入 如果有一天送牛奶來的那人生臉口 不知道會不會特別留意 要做個實驗才行 扮成一個送奶工人 入到小區裡面踩點 如果順利地進入的話 證明保安是不看臉 而是看衣著打扮來判斷職業 如果被攔住的也沒什麼所謂 就可以說自己是牛奶公司就行了 望遠鏡已經買到了 待會就可以拿到後山去觀察 摸清楚范長根到底是住哪裡 好了 準備的工作已經全部完成 就要考慮應該怎麼對付范長根這兩夫妻 她有一兒一女 都是在外地機關上班 所以陳俊也不打算 將這兩個人列入謀殺的名單當中 她不是一個趕盡殺絕的人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她寧願殺少些人 來達到整盤計劃的目的 但是現在她沒有選擇 范長根一定要死 如果不是的話 計劃很難行得通 對付你家的方法雖然好用 但是已經用過了 范長根作為公安系統裡面的人 自然也知道這件事 如果繼續這樣做的話 對她應該沒什麼用 直接用空氣殺死更加不行 陳俊的身體不是那麼好 打架也不是普通人的對手 更加不用說 扮長根這個 怎樣都名義上是一個警察的人 用炸藥嘛 雖然她很自信 自己給金佳玲要精通炸藥的提煉 但是要炸毀一棟別墅 還要炸死裡面的人 需要多少炸藥 而且這樣佈置起來很麻煩 想來想去 只能夠繼續用毒 清化物就是最好的選擇 可惜這個噴瓶的創意已經用過了 而其他他又暫時想不到什麼更好的裝置 他只是一個化工的博士 又沒有很多機械安裝知識 改裝的噴瓶已經是他動手能力的極限了 想了一會兒 他的頭又開始感覺到有點暈了 他馬上回到車那裡 拿出藥丸吃了下去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他很自信 警方第一輪的排查是找不到他 但是第二輪呢 第三輪呢 如果不盡快將整個計劃完成的話 警方一定會抓住他的 到那時結果不止達不到他的目標 甚至乎後果還懂得其反 所以真的要速戰速決才行 好了 具體如何殺范祥跟得家 回頭再仔細地構思 將辦法想到之後 剩下的最關鍵的一步就是 如何製造不在場證據 如果沒有不在場證據 那這個計劃也就是全有缺陷 而且也保護不了我那位朋友 我被捉住就沒所謂 那位朋友的身份 如果被警方查清楚 如果我所需要做的一切 我只需要做人證 很可惜我一個外地人 在本地沒什麼朋友 這樣應該怎麼製造出一個 堅定的不在場證據呢 嗯 有了 終於想到辦法了